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这病它是从哪来的 没有得病的时候 我怎么就能够预感到 这身体已经不好了 那身体到底会给我们传递一种什么信号呢 您别着急 我们接下来就不如正题 我们就是要感觉累了 赶快看病 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经验 人们都不太把累当个事 这个疲劳是大事 如果总觉得身体乏力 干什么都力不从心了 长期置之不理的话 可能铸成大错 我们看到一些在临床看病 看到有很多疾病无疹无治 就是一发病到晚期 像总的到晚期 已经累一两个月了 两三个月了 他没在意 等一看病前 晚期 如果是一累就看病 那就早就发现了 如果身体觉得疲劳了 到底得了什么病呢 这么一说啊 真不能把这疲劳当成小事 疲劳呢 也分两种 一种呢 就是因为我们劳动 最后呢 让人感觉到累 这种累一点都不可怕 正常的生理反应 那如果是病理的 那应该啊 就是我总觉得累 而且也调 大小医生看了不少 但是最后呢 怎么调都调整不过来 如果是有了这种疲劳感觉 那怎么办呢 李乃民教授 不是先前已经说了吗 看舌头啊 人家搞这个舌相研究 已经长达三十多年了 看过的舌相有数万种 而且早在1987年的时候 他就成立了第一座舌相研究室 而且在这些年里啊 人家李教授啊 大大小小的这些奖项 得了一大堆 为什么能得这么多奖项 他不是有一手绝活吗 人家是中医西医都通的 要想得到别人认可 就得圈子里承认了才成 通过什么渠道呢 就是申报国家奖项 每次报奖以后 领导都会想各种办法考谈 他生日车以后呢 我一看 你有表情的胃炎 你有胃炎 我说你有脂气管炎 你有肝病 可能肝脏不太好 他说你真跟我说对了 我刚刚说我已经里面有点 我就是表情为言 稍微有点你了 你说的完全对 我这个事啊 他查了肝脏的事啊 你给我看出来了 这样事情我经常知道 李乃民到底看出了多少种疾病的舌相呢 三十种 从今天开始呢 咱们就具体来说说 每一种疾病的舌头 它到底都长成什么样 今天呢 我们先来说说消化系统 主要呢 是跟胃有关系的那些病 中国古代的大一家张仲景最早发现了舌胎 并且创造了舌胎这个词 中医认为舌胎是用来反映胃且胜衰的 正常的舌胎应该是一层薄薄的白胎 附着在舌面上 叫做保百胎 头一个啊 先得说这个胃食管反流病 也就是说反流性的胃炎 那么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消化掉的疾病 现在胃不好的人特别多 因为我们平时啊 吃饭不规律 然后应酬又特别多 那症状呢 就是胃里边首先感觉到不舒服了 平时呢 有烧心还有反酸的感觉 反酸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啊 这胃里边的这个酸性的液体 它反流啊 反流到食管里头去了 时间长了 就会引起食管的病变 也就是引起食管发炎 从蛇神上看 胃食管反流病的蛇像 整体上缺少光泽 蛇色法案 反流性炎的特点呢 就是蛇色首先变化 蛇色红 我们已经介绍过 红蛇比淡红蛇的颜色要深 而且更为浓重 是一种鲜红色 蛇苔呢 白厚 灰着是黄 什么是蛇苔呢 蛇苔就像下雨天 地面和墙面上长出的苔藓一样 附着在蛇头的表面 从蛇苔来看 卫食管反流病的蛇像 蛇苔摆厚或者发黄 中医认为 白胎如表症寒症 意思是说 病血在外 没有进入到身体的内部 也就是病情较轻的一次 如果蛇面上出现了黄苔 病情就加重了 蛇苔的表面那个薄白没有了 就变成一个非常薄薄的一层黄色了 它是热症的开始 消化道也可以有热症 灰道也可以有热症 除非你灰道炎症非常重了 那可以处于白黄胎 一般上灰道感 就白胎 蛇苔白厚 或者是黄 这个它表面液体 均液要增多的 表面金液增多的意思是说 蛇面上的水分特别充足 看上去像是有很多口水 判断这个病的蛇像 还有两个特点非常重要 蛇边的很润很亮 有一个很亮光反光带 你还记得蛇头的分区吗 蛇两边是什么区域呢 咱们再来回顾一下 蛇顶尖端对应人的脑 蛇间中心区对应的是心 心区的两侧对应人体的肺 到了蛇中部 中心的位置对应胃 十二指肠 空肠和一线大部分 蛇中部的两侧对应肝胆 靠近蛇根部的两侧对应人体的肾 中间对应旁观和盆腔脏气 我们所说的分区指的是 肉眼能够看到的蛇头的前三分之二 从图上看 也就是微字形结构到蛇间的部分 从图上可以看到 卫石管反流病的蛇边比较亮 这块对应的是肝胆 一般这个中医里都是肝腔皮药 皮育 为什么肝胆去出现亮色呢 就是因为肝腔了 肝腔本身的皮育院了 就出现这种状态了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 就是蛇间的乳头会发生变化 蛇间的乳头呢 有些轻微隆起 这是蛇全貌观察的 在第一集我们介绍过 蛇面上分布着很多乳头 从图上可以看出 蛇间隐约散布着一些小点 因为是轻微的隆起 所以不会特别明显 在判断是否得了 卫石管反流病的时候 主要记住两点就可以了 一般主要是两点 蛇色变色 蛇变润亮 这是它的主要特征 但是如果前一天喝酒过多 第二天也会看到 自己的蛇间乳头增生 而且是发红的 看到蛇乳头的隆起发红 要想一想 前一天自己是不是 喝了很多酒 免得产生误会 一般的喝酒 你刚喝完酒的人 你那个蛇间乳头 肯定是就有点发红了 一般前一天 吃了过于油腻的食物 出现黄色或者白色的厚腻胎 也是正常的 油腻过多 那是消化的功能受影响了 那蛇上的黄白胎 被产生了 卫石管反流病症状 反酸烧心比较频繁 卫石管反流病 蛇像要点 蛇色红 蛇边光亮 在昨天的节目里 我们说过 观察蛇像的时间 最好选在上午 但是如果您在早上起床后 就马上看蛇 可能就会看到 白厚的蛇胎 不要误以为 自己得了卫石管反流病 晨起的时候 早上吧 一般胎都是白胎 比较厚 比较污秽些 因为你这个呼吸 呼吸有特别憨声的 睡觉姿势的 喘鼻子不通气的 用嘴呼吸的 最常见的时候 但是你一吃饭 一刷牙 一束口 它就没有了 蛇边的时候 早晨起吧 应该是稍微的淡一些 下边啊 我们要说的这个病 那得过的人呢 就太多了 在胃病的发病率里边 应该排老大 这么一跪着 这就是慢性的胃炎 尤其是人到了中年 特别容易得这病 关键呢 是这病吧 这得了以后 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 大多数人呢 都就是感觉到 稍微有点胀肚 打嗝 平时呢 也是不拿这些当回事 那么有些人呢 连得了这个病 自己啊 还一点都不知道呢 慢性胃炎呢 蛇色它就一般都是比较大 或者蛋红 这个有的时候也有蛋紫舌 慢性胃炎这个特点 是病成身长 舌体都大一点 它有些预致现象 慢性胃炎的蛇色 可以是蛋红的 也就是接近接近 正常蛇的颜色 但紫舌 就是比紫舌颜色 稍浅一些的蛇色 慢性胃炎的蛇体 比正常蛇稍微胖大一些 和这个病是慢性病有关 在判断慢性胃炎的情重上 就可以关注蛇胎的变化了 慢性胃炎呢 从有两种胎 一种是白胎 但是就比较前胃炎 比较轻的 那重一点就是白黄胎了 和卫尸管反溜病的蛇像一样的是 慢性胃炎的蛇边 也有明显的反光带 你可以看蛇边 看到一个反光的 一个光滑的 非常亮度高的一个带 带状 带状表现 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看到蛇头变得更胖 而且蛇边出现均匀的牙印了 这说明什么呢 慢性胃炎的 如果是这个比较重的 比较 米烂程度比较重的 它可以呢 蛇边出现齿痕 蛇体肿大厉害了 和牙体的 它出现齿痕了 慢性胃炎症状 腹胀打嗝 食欲减退 慢性胃炎 蛇像要点 蛇胖大 蛇边光亮 这慢性的胃炎 究竟怎么治呢 那还得去医院找大夫 甭管是中医和西医 实话跟您这么说 现在治这个慢性胃炎的办法 还是非常多的 咱们呀 接着来说这个胃病 还有一种这个病啊 是比较常见的 叫做胃溃疡 全名呢 叫做消化性的溃疡 这里边实际上包括了两个地方的溃疡 胃溃疡和十二指肠的溃疡 那到底如何来理解这个病呢 咱那个胃啊 它不是都分泌那个胃酸吗 如果这个胃酸呀 把胃壁和十二指肠的壁都给它消化没了 那就出现溃疡了 那主要就是胃疼 疼起来要命啊 有可能是一阵一阵的 有可能啊 这一阵就长达好几天 甚至于更长 那么其他的这些症状和胃炎呢 就基本差不多了 也会有反酸呢 恶心啊 这些症状 得了这个病的人啊 既然是正是这么多 您看看呀 自己的舌头 哎 有没有下边这些特点 它跟蛇指上感觉大 它就不愣了 它就像苍老了 它和胃炎的明显区别 这个这个蛇面的表现比较苍老 消化性溃疡和慢性胃炎 蛇相正好相反 消化性溃疡是一种苍老蛇 也就是蛇无神 这种改变和病情有很大关系 在之前的节目里 我们介绍过 蛇指苍老是蛇无神的表现 您还记得 什么样的蛇头是苍老的吗 蛇面比较疏造 比较苍老 纹理比较显露的 更明显一些 从蛇色上看 消化性溃疡和慢性胃炎 没有明显区别 都是蛋子或者红蛇 因为这种病多见于男性 所以我们得提醒您 男性的蛇色本身就比较红润 男性吧 以青年男子为说 他血气方刚的 他应该蛇色非常红硬的 因为他确实 胎呢 他应该是薄薄的 因为蛇色和性别 有一定关系 如果男性看到自己的蛇色 非常红润 而且蛇胎是薄白的 不用惊慌 这是正常蛇色 不过如果蛇胎改变了 就要再看看自己的蛇头上 有没有其他特征了 胎呢就不说了 黄白胎胎 消化性溃疡的蛇胎 也是以黄色居多的 黄白胎为主 如果病情加重 变成了黄胎 蛇胎是发肝的 这种愈斑愈点 不是绝对会出现的特征 即便出现 数量也不会很多 消化性溃疡症状 上腹疼痛 恶心反酸 消化性溃疡 蛇像要点 蛇至苍老 有裂纹 黄白胎 你有什么疾病 舌头就能告诉你 城市送健康 讲解30种 常见疾病的蛇像 教你扩解 舌头的密码 让你有病早知道 前面咱们说的 这三个病 对于疾病的预防来说 能够及时的发现 及时的治疗 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如果啊 没把这些当回事 出现了后边这两个病 那情况可就有点不妙了 我希望啊 下边这两个病 对于您来说 只是作为参考 咱们要最好 谁偷别到 那个程度 温延 溢养时间长了 本来未必 穿着到胃壁版面了 它一蠕动破了 出现孔了 这孔一出了以后 就要穿孔了 那个穿孔以后呢 胃液里的消化道食物 就进入腹腔了 进入腹腔 变成疾腹症了 就腹胃炎了 胃 十二指肠穿孔是突然发作的 发病的时候会突然肚子疼 而且脸色苍白还会心慌气短 这个舌相那就是比较严重的了 它舌色是非常降的 或者是降紫色的 这个病的舌色比胃炎和消化性溃疡 颜色更深是降色或降紫色 舌苔可以有白黄蜜 或者是黄白蜜 蜜苔就像舌面上打了一层厚厚的蜜子一样 是病情加重的表现 白黄蜜的舌苔是以白色为主 局部有黄色的舌苔 黄白蜜就是以黄色舌苔为主了 蜜像降狐 就像个涂上一个层薄薄的降狐 在判断这个病的时候 有个最明显的特征 也是和卫食管反流病的最大区别 就在于舌乳头 舌乳头就是舌面上凸起的小圆点儿 舌仙区呢 它乳头不 你看那个气有些病不是乳头增加吗 它舌仙区乳头消失了 轻的消失的少 重的这块全没乳头全没有了 这是热太重了 烧伤烟液太重了 乳头整个血红各方面的液体都没有了 它乳头萎缩了 没有了 变成光滑明亮 这是它主要特征 除此以外 舌边上还会出现瘀斑瘀点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脊腑症 热瘀症会出现瘀斑瘀点 虽然对于普通人来说 出现这种舌相的机会并不多 但是对于医生们来说 掌握了这个方法会让诊断更准确 过去检查未穿孔都是透视 经过仔细分析是不是穿孔 如果我们看到有了一气体了 那首先要考虑未穿孔 但是常穿孔也可能 因为这个发现 对医学上来说非常有用 李乃铭教授 探舌诊断未穿孔的办法 还因此得过黑龙江省的科技进步二等奖 诊断的快 如果有诊断还一签 也不要紧 那我开刀签 我就难得未穿孔开进去了 就有错误的就少了 那么对于家庭而言 学会看这个舌相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如果是你一个长期的慢性疾病 你突然腐痛加重 如果是自己看个舌头 也有意义 舌头一亮了 哎呀我漱窗口了 赶快上医院了 可别再耽误了 因为窗口是疾腐症状 容易死人的 胃十二指肠穿孔症状 突然出现腹痛 有灼烧感 恶心 脸色苍白 心慌气短 胃十二指肠穿孔 舌相要点 舌色降火降紫 舌全区光量 如头减少或消失 胃病如果是到了最坏的程度 那就是胃癌 因为胃癌的轻重不一样 病成也叫成 所以呢 舌相给出的反应 也是比较复杂 胃癌的舌相 从整体来看是暗淡的 也就是无神的舌相 颜色是比红舌要深的 降色和紫色舌 这也是一种病情加重了的表现 胃癌在早期的时候 因为预质久了 舌体会变宽变厚 舌面上也是没有光泽 而且有裂纹 早期呢 那一般舌体怎么办 一般它持有持痕 舌脂比较粗糙 如果胃癌进入了晚期 舌头反而会往另一个方向发展 晚期令人舌体反而不增大 消耗过度了 不收入财的 它舌头也可能瘦了 到非常晚期的时候就这样 舌胎也在反映病情的情重 如果舌面上还有白色或者黄色的舌胎 那说明病情较轻 红光无台的意思是说 不仅舌面上的舌胎消失了 而且舌乳头也消失了 只能看到红色的舌头 也叫做红光舌 这是病情加重的表现 有啊 它是血液症 胃癌症状 上腹疼痛恶心 麻利消瘦 胃癌蛇象要点 蛇色象 蛇体增大或缩小 蛇胎白黄或少胎 有欲斑欲点 自然之水 天仰牧草 宠育两种乳牛 汇聚天地精华 成就三点三克优质乳蛋白 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伦酥 你狠狠 别担心 我狠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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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狠狠狠 看这幅画 画家是怎么得到灵感的呢 含义又是什么 其实古典游画中出现三角形式 三级互联 及时上网 吉祥资讯 精彩在握 中国联通 最后呢 咱们还要说一个病 和胃病没什么关系 但是发病率和胃病一样 它是有一拼的 而且呢 也是中老年人群里边比较常见的病 这就是糖尿病 因为这个糖尿病啊 它病因复杂 症状呢 又不是特别明显 无非就是爱喝水 爱上厕所 总觉得觉得饿 想吃东西 总结起来 这叫做三多一少 也就是多饮多食多尿 但是体重却在悄悄的减少 那糖尿病如果严重了 还会引发很多的综合症 那就比较可怕了 所以呢 说这个糖尿病的舌相啊 看起来 它也不容易 咱们呀挨个的来看看 糖尿病的这些舌头 到底它都有什么特征 糖尿病的舌相 一般规律 什么一般规律 那它舌舌呢 应该是暗红的 或者淡紫 或者是微微的红蓝色 这个舌舌呢 它就是因为 还是内分泌失调嘛 所以能够是一个参考 因为它呢 核变症也挺多 根据病情不同 糖尿病的舌色 大致分为三种 舌色暗红 舌色淡紫 和舌色红蓝 它比胎比较少 舌尿病营养 不仅很差劲 以前的节目里 我们讲过 舌胎是在舌粘膜 和舌乳头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 那么 为什么糖尿病人的舌乳头 营养会变差呢 因为糖尿病破坏的部位 都是血管破坏 是微小血管 舌骨头正好是一个微血管系统 所以它遭到破坏以后 胎的生发功能就不行了 说它少胎 回到光波胎 就是没有胎了 但是有的糖尿病人 反而会出现白后胎 这说明什么呢 舌胎呢 有时候呢 有的病人 它发而后了 对不对 就和它合并症不一样 合并症不一样 会消到出现问题了 脱胎后了 看糖尿病的舌相 还要注意一点 这个病需要看看 舌下的两根静脉 有没有发生改变 脉脉吧 有的时候 稍微粗脏一点 运曲粗脏一点 颜色呢 是青紫色 这个有特点 从图上看得很清楚 糖尿病的舌脉 颜色青紫 弯曲变形 糖尿病症状 多饮多尿 多食 消瘦 糖尿病舌相要点 颜色暗红 淡紫 或者红蓝 少胎或白后胎 舌脉欲举 颜色青紫 今天呢 咱们在节目中啊 说了几种胃病 还有糖尿病的舌相 也不知道 您是否都已经记住了 如果没记住 一点关系没有 我们的节目还有重播 而且呢 咱们还有二十多种疾病 都没有说呢 说多了 一准 您肯定乱 一家三口 共三口 共同自杀 背后竟然是一张 无奈的欠条 我要你看着我们死 经济法院 本期请您关注 致命 婚外恋 你有什么疾病 舌头 只能告诉你 中式送健康 讲解三十种 常见疾病的舌相 教你破解舌头的密码 让你有病早知道 非常感谢您的经历 非常感谢您收看这些由潮东主持的城市 咱们明天晚上19点50分 接着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